政府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提出的雇员公积金第三户头 今天有新进展 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斯里阿姆·马斯兰透露 财政部目前正在研究这项措施 预计会在明年4月落实 副部长指出 政府将在公积金局明年2月公布派息率之后 再宣布第三户头的细节 同时欢迎相关组织在这段期间 针对第三户头向财政部或公积金局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阿姆·马斯兰还表示 财政部将采取特定方法执行这项政策 包括限制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提款 以免影响人民的收入 至于紧急状况的定义 之后会再详细说明